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想学打棒球或者跳芭蕾舞吗 我们可以给你介绍老师 他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跳出来 不厌其烦的亲自给你示范 如果你给孩子讲故事 故事主角能够跳出来 那肯定会把孩子乐坏了 这就是实时混合现实技术带来的突破 国大的卓教授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是电影星际大战的影迷 在看了天行者陆克和丽娅公主的立体影像交谈的画面 他就立下志愿要研发这样的技术 虚拟和现实怎样混合在一起呢 关键就在这个头戴式显示器 头戴式显示器前面有一个摄像机 它能够把周围的环境拍摄下来 在这同时 这个头戴式显示器也连接到电脑 它能够把电脑产生的影像效果 添加到摄像机拍摄的画面上 所以带着头戴式显示器的人 就能够看到虚拟和现实结合的影像 我们许多人都玩过电脑游戏Padman 背上这个电脑和戴上头戴式显示器 你就可以在实验室里扮演Padman的角色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吃掉一颗颗的虚拟饼干 1965年 电脑业发明了滑鼠和键盘之后 滑鼠和键盘便主宰了 接下来40年内 人和电脑沟通的方式 如今这群科学家发明了 虚拟和实境混合的界面 改革了人和电脑沟通的方式 也拉近了人和电脑之间的距离 卓教授希望未来能够把这个技术 同手机结合 只要通过手机 就可以看到立体影像 他已经把这个技术 融入电影制作中 并在下个月受邀到 芬兰和奥地利展出 芬兰和电脑沟通的方式 芬兰和电脑沟通的方式